这是谁啊?这叫陈志鹏 陈志鹏呢,偷税了,上了今天的热手榜一 年穿什么?兄弟啥意思?不知道 中国娱乐网,这个应该是个官媒报道的 近日有八卦博主爆料疑似陈志鹏偷税漏税被查 远安公爆料企业2019年到2021年偷税漏税被罚补交一千多万 所以他叫中国娱乐网嘛,是吧? 还随意的辱骂员工,精神控制员工 等等等等 这个细节啊,我也不太爱看,是吧? 就是这些个烂事儿,是吧? 这个家伙叫陈志鹏 那怎么理解呢?是吧? 怎么理解这些个事儿呢? 12月1日 霸道总裁吧,独裁者吧 就是搞对象,因为我是谈混恋的嘛 我觉得这个偷税漏税 哦,偷税漏税这个事儿跟搞对象 这个好像,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这个偷税漏税它代表不代表那种善良 还是非善良,这个真是很困惑的一个问题 啊,就是有一种背景 叫做,什么这个 吴代表不纳税嘛,是吧? 如果你吴代表,他反推就推这样 就不纳税嘛 啊,这个 这个就不好多谈了 但是这个随意骂人 精神控制别人 这肯定是有点问题的,是吧? 要骂员工 啊,就不好的 啊 哦,这还是个小虎队里的那个家伙 是吧? 大家对小虎队有没有见像 啊,这是个台湾的一个家伙 陈志鹏 中国台湾男歌手、演员、导演、设计师 1971年5月19日出生于中国台湾 啊,又是歌手、又是演员、又是导演、又是设计师 88年,作为小虎队成员小帅虎出道 迅速在华语乐团是斩漏头角 91年 应声入传,同年小虎队解散 94年发行了个人专辑记住你的香 啊,获得年度白金唱片好成绩 那么现在这个偷税漏税是指在哪里? 偷税漏税啊 这个是金融界 第一,这个他的员工举报 说陈志鹏在2019年到2021年之间可能存在着逃税漏税问题 补交了一千多万的税款 啊,第二 啊,给陈志鹏公司打工两年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啊,陈志鹏违反规定解散了公司 欠下员工的赔偿金 第三,陈志鹏PUA员工 并对员工进行辱骂 经常说一些不雅的话 啊,脾气非常恶劣,令人害怕 嗯 后面又有介绍了 曾经在环珠格格里饰养耳叹 等等啊 就是台湾人到这里来 到大陆来捞钱 啊,捞钱以后呢 然后这个 没交税 啊 这个小虎队我给大家扫出来 好像有一些个上年级人知道 年轻的人都不知道 这个鬼东西是个什么鬼的 好,这个陈志鹏呢 就是右边这位应该是 啊 那边呢 没有什么市场容量嘛 是吧 相当于一个省市的一个感觉 是吧 到了大中国片去 海捞一气 哎呀 来吧 那你应该得交点岁 啊 就是右边这位 啊,曾经的他 变成这样的他了 像不像 要不就是他 反正不是中间这个他 管他娘了 爱是谁是谁 啊,暴力 员工暴 暴力 那我讲婚恋的这个暴力 怎么办呢 这个暴力就没办法 只适合一种人 叫贱人 啊 就是他希望的 别人拯救他 就是这个人越霸道 他霸道体现的是什么东西 就别对别人入侵嘛 他有的人就喜欢别人入侵呢 百分之百的弱者 基本都有这种倾向 啊 拯救我来吧 哎 救救我来吧 啊 然后你这个有力量 你霸道嘛 是吧 骂街打人 是吧 啊 就是失孽 人有受孽 这个受孽又体现在 比如说我爱 无边 我伟大 啊 我有爱 我怕你什么 我可以 你越坏 我越败越变好 那证明我爱 多厉害 多牛 啊 受孽倾向 就配这种霸道总裁 我觉得谁也别催 谁那个骨子里都有点这个玩意 就是把它限定书就好了 限定在床上 限定在爱情里面 别拿着这个玩意 到处弄这个东西 能不能到处弄呢 我个人认为是不能 但有人认为能 我也没办法 是吧 只能用法律来校正这个玩意 是吧 你那个到处来入侵别人 或者呢 什么呢 都等着别人来决定 是吧 都是你的错 你要得救我的命 哎呀 我嫁给你 我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是吧 你是个活生生的人啊 你自己没有判断能力吗 你自己没有行为能力吗 所以这都是谈恋爱的话而已 是吧 不能完全的把它这个 扩张到生命的所有的地方 要不然就出问题 你中文你还有开 我的今天 也有5等种 老得 我更想到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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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人